大家好,曼聯的幾個星期的一週一賽就結束了 下個星期開始大家又要忙一點 因為週中會有比賽 首先會是一場足中盃的十六強 這場球將會在下個星期三還是星期二進行 接著下個星期要去到萬史打比 在這兩場三逆一戰之前 其實還有一場富咸的比賽 將會在主場的奧脫福球場 迎戰這一隊的西倫敦球隊 其中一隊是距離我家最近的球隊 亦是我鄰居支持的球隊 但無論如何這場球什麼都不說 我們一定要三分 因為看積分榜簡單 我們現在在夾心的位置 在第六位 我們一定要繼續搶分 是想游上去第四、第五位 看到這幾天的歐聯比賽 似乎阿仙奴並沒有如想像之中那麼輕鬆 第一次回合輸給波圖 之後看看歐八杯的比賽怎樣 但是我自己私心現在覺得 阿仙奴真是我們支持他進級的 一定是要進級才能幫到手 否則第五位似乎就不一定有歐聯席位 真是每一隊英超的歐戰球隊 都是我們現在要支持一下 但是這一周的比賽 不理歐聯 即是來回英超 你會看到 我跨著那些格格 就是每一隊都是我們周圍的競爭對手 你會看到 譬如 這次,這場已經停止了 因為周末就會有一場聯賽部的決賽 但是他們是要對車路士的 即是這一周本身是要對車路士的 他們因為車路士要對利物浦取消 暫時是停止了 但是其他幾隊 愛華頓就是會打白禮頓 愛華頓打白禮頓 其實一向都會對白禮頓是有一些影響 有一些威脅的 白禮頓不是那麼容易踢架 維拉叫做輕鬆一點,對森林 阿仙奴又會打紐卡蘇 即是如果紐卡蘇輸給阿仙奴 其實如果我們拿三分 就已經是徹底將他們拋離 最後就是韋斯咸對賓福特也不容易踢 賓福特剛剛差一點是迫和萬成 所以很多競爭對手 其實這一周的賽程都是比較難打的 所以這一次我們真的要把握一個好的機會 去建立個分數上的優勢 亦都是心理上的優勢 所以就很重要了,對著富咸 待會我們先說一下 我們老闆的這個Sir Jim的正式入主 因為這幾天已經公佈了 100%肯定了所有手續搞定 再說一說就是蘇爾的傷病的問題 最後我們才會做一個富咸的賽前分析 我們稍後一件事和大家慢慢說 開始之前再和大家推介VPN 多謝Surfshark VPN繼續支持 有了Surfshark 最重要的是不需要再擔心自己個人資料 受到導用或者外洩等等 對於看波的網友來說 最重要就是幫到你突破這個國家地區的限制 據說現在支援的地區數量已經超過了100個了 可能會是市面上最多的一副VPN 看波看器都不需要再擔心 還有記住你買一個Plan 其實已經可以分享給你整屋的人去用 支援的裝置數量是無上限的 所有的電腦、手機、iPad等等的裝置 都全部可以用得到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趁著現在最新優惠 現在做一個叫做訂購兩年VPN的服務 是可以有一個獨家的優惠 還有一個額外三個月的使用限期 快點按下面的連結 輸入我們的專屬CMAC去訂閱 回到正題 我們首先講Jim Sir 我覺得順口一點的Jim Sir 他已經搞定所有的文書上的所有工作 程序過了 現在正式成為曼聯的其中一個老闆 我就不可以說他只是當他是老闆 格拉薩還是我們的老闆 當然就沒有人想理他 現在大家都會把所有的焦點都放在Jim Sir身上 他也發佈了一連串的訪問、對答、記者會 其實全部都安排好了 我相信 不然不會那麼快 甚至我覺得有些是預錄了 即是一早已經搞定了 然後一通過就播給你看 有很多事情可以聽 你看到這麼多日以來 甚至他還未正式上任 都已經談了很多 講了很多 那麼 當中這一兩天的資訊裡面 有很多是關於他對曼聯的管理理念 有一些具體的計劃 也有一些球迷對他的疑慮 他會有解答 有些汁一點的 就問他 喂你現在不知什麼 去了摩洛哥那裡交稅 沒有在英國交稅 那麼這些的問題 也有一下 Jim Sir 當然他在商場打滾了幾十年 不怕你 他自己都相當有信心的答 他的問題 那麼看他講話 其實是很舒服的 這個是一個 好像一個很有智慧的長者 其實他年紀不小的 就是七十歲 是吧 但是有同事很謙虛的 就是他又不覺得有一種高高在上 就是我吃鹽多 你吃米 就是我有錢 你沒有錢 我在這裡教你 代錢下你的袋 沒有這些感覺 那麼 真是一個聰明的人 是吧 為什麼這麼成功 似乎都真的有一些的道理 那麼 我沒有辦法把所有的訪問 或者他講的事情 一一跟大家講 但是我抽一些重要的東西 跟大家一起分析討論一下 那麼我們有一件事 就看得到 就是在他的訪問裡面 他就不斷強調兩件事 一個呢 就是Club Structure 另一個呢 就是萬成 這兩件事 就是他講了無數次 那麼 我沒有計算他重複過多少次 但是整個訪問 其實都會一直說這兩件事 那麼 Club Structure 你看到他已經在做事了 是吧 就是知道就是萬聯 完全跟不上現代的進程 是吧 只是靠教練 又想他去選擇買什麼人 又想他管理公關 或者管理球員 甚至是體能 青年軍 這個的結構 我們是一定要做 那麼其實這件事 我們不需要太多討論 因為以前我們都討論過 也都見到他做 但是他講萬成 這個的 就是我自己怎麼說呢 我自己 雖然我明白的 就是因為萬成是很成功 那麼我自己覺得 他們都是 請得萬成的 就是一個在高層做CEO 都是想複製萬成的成功方程式 是吧 但是就 我 不是太舒服的 因為作為一個萬聯球迷 或者是費Sir 費Sir 始終他把口 就一定不肯承認萬成 或者自己的死敵 是超過自己的 但是這件事 我看到當地球迷 都會有叮叮少許的聲音 包括記者 都會有少許質問 喂 你經常說萬成 這個 看看他怎麼想 我自己覺得是要小心一點 還有其實我覺得 不應該只是參考萬成 是吧 就是你見到一個人成功 你只是參考他 你不會超越到他的 是吧 就是我希望他們 會考慮多些成功的模式 是吧 就是包括之前他曾經 是說 跟阿蘭力克 阿蘭sir 談過 是吧 他會不會再跟到其他球隊 取一下經 白禮頓 是吧 就是這些新幾年的 新興的球會 是吧 就是成功的球會 RB來比錫 其實有很多模式 是可以借價 而我認為 不是所有模式都一樣 就是萬成 是不是這麼容易 複製呢 不是這麼容易 也我不認為 只是學他們就可以得 但當然 他所說的 這套模式 就是 包括他自己 在其他運動上 拿到的經驗 就是每一個key role 就是關鍵的人物 都是要是best in class 就是要10分 滿分 就是不可以9分 他們都不能夠接受 這個精英的feel 就是這個可以說是價值觀 或者哲學 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就是萬聯你看不到 是吧 就是過去幾年之後 你看到請John Murtoff 請Fletcher 就是Fletcher做技術總監 以及軍衣對衣什麼都好 你不要說9分 我們那些6分都不必有 就是得過且過 有就算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revolution 我相信會幫到萬聯很多 還有就是 你說那麼多 是吧 很能夠理解 他為什麼要堅持搶 Dan Ashworth 就是 很多的足球總監 可能是available的 沒有人在做事 是吧 更加容易的 他不要 就是不用賠錢 不用談 直接請都可以 或者請一些小一點的球會 不會好像紐卡索那麼艱難 就是因為他要10分 而他認為Dan Ashworth 是他們10分的人選 所以就在這件事情 看到他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他都是有做的 那麼 有另一件事 就是一直困擾萬聯球迷 包括我自己 他就得 minority的股權 就是他就 現在就說他公佈出來 是有27%的股權 就是本身是25% 但是因為之前說過 他有個協議 是會再投資3億的英鎊下去 現在就已經投資了一部分 所以已經拿多了2%左右 如果到最尾 加了所有的錢進去 大概應該會有28到29% 但是格拉沙的這個群組裡面 把握的股票 其實都還是去到四五成的 一定是多於Jim Sir的 那麼 你的權力怎樣分佈呢 這個都是重要球迷想知道的要點 但是你看他的訪問 或者記者的對答 他沒有清楚解答到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是他不想回答 還是他們暗底裏 有什麼協議 不可以說 他只是說自己跟格拉沙家族的關係很好 但是他也有說一些比較juicy的內容 就是說 其實他只是跟格拉沙的兩位的兄弟 是討論過 就是一個阿弗蘭 和一個就是祖爾 祖爾加拉薩 就是兩個聊天 其他的加拉薩 他是沒有見過的 也都證實了 其實就 萬聯裡面 有股權的格拉沙兄弟姊妹們 多數都不理萬聯的 就只是那兩位而已 其實就OK的 我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起碼那個架構沒有那麼混亂 就是不用說一個決策 就是他要跟七個人開會 要七個人同意才做得 不是 只不過是兩個 跟兩個人聊天 他兩個多數應該都是同一條船 就是說一對一的關係 就未至於說非常複雜 有些事情想做 就做不到 那些的 還有他也都說 很強調 sport的那些事情 就全部都是Aneos去搞 就是說他們搞的 也都說自己對其他的事 有足夠的影響力 始終他的股 都不是小的 就是成三成 理論上他比任何一個 Glasser個人拿的股份 是要多的 當然 就是投票的時候 董事會是聯合 是吧 他有少少暗示 我相信就是跟Glasser說 你們不團結的話 我是可以做到更加多的事情 可能警告某些人 是吧 就是我只要哄到你們兩個兄弟 隨時我連大權都拿了 是吧 就是這些商場上面的 就很難說了 就是最後通常這些公司 收購 小股東變大股東 都要一些政治的手腕 就是怎樣可以騙到幾% 幾%幾% 騙回來 騙騙一下 主動權就去了Glasser 希望他真的做得到 但是他都不敢說回應 日後會不會再加大收購 就是再收購多些的股份 他就都是打太極的 就是就是 就是 不直接說 就是yes or no 他不說 他就說我現在就沒有什麼能量 去想 就是不知是否借了高普那一套 我現在沒有 energy 那就不 那我都很滿意 他說我都很滿意 現在就是過去那一年做了的事情 其實都是回避 這個其實都不是說很方便回答 其實就沒有什麼說 就是釋除到我自己的疑慮 就是始終你玩政治 那格拉莎都會玩政治 就是不能夠排除 是找James Sir回來 就是幫他管 那借他過招 就把曼聯搞成一個正軌 是吧 搞成正軌 兩年後會發生什麼事 那曼聯要不就一路死下去 那一路死下去 就沒有話可說 兩個一起輸 沒有人贏 但是如果真的說 反了 就是完全復興的 就是 一些的頹廢都沒有了 完全反彈復甦呢 那格拉莎其實 是不是有機會過橋抽板呢 就是馬上就變身賣給油王 賣一百億這樣呢 是不是都有機會 一千億這樣呢 就是 那最後 Jim Sir有沒有權力去留下呢 他就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最後那個 我看他們就是 有權會通知Jim Sir 就是以同一個價錢去買的 那如果你賣個天價送給某個油王的話 那Jim Sir沒有 即是沒有那塊錢 或者不認同那塊錢 其實Jim Sir都是站在那裡 甚至Jim Sir的股份呢 都會被他們收回的 所以其實這一場戰鬥呢 就還未是 就是陳開落定的 就算他搞得曼聯好 都好 可能最後是益了GLASA 都不出奇的 那麼 希望不要 是不是 然後還有問他一些的曼聯 為什麼要收購曼聯的原因 是不是 那麼他都答得很簡單 這些不敏感的問題呢 他就說 作為一個曼聯球迷 即是都是說 自己支持了這個曼聯很久的了 那當然就是想重振個球會的 那麼很單純的理由 沒有說想些什麼賺錢啊 蝕錢啊 其實有記者都問他 你不怕蝕錢嗎 或者搞球會其實要消很多錢的 那麼他就說 其實他的表達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 我錢就大把的 就是我消呢 我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當然他不是說得 那麼 就是那麼直白 英國人說話都會比較軟喘 那麼他就說 我不看蝕定賺的了 就是我人生上面 不是想這些事情 就是我只是想參與 那麼 那麼帶隊波好 或者對曼市這個周邊的地區 有貢獻 那就行了 那麼當然就是去到這樣的地位 就是英國首富 他都不是說想追求錢 可能都是想追求一些 對自己有滿足感的東西 或者令自己開心的東西 那麼他不可以這樣說成這樣 但是大概那個感覺就是這樣 那麼對於球會 就是被問到他的長遠計劃呢 他就說到明 其實就沒有什麼長遠計劃的 就是說他只有三年的計劃 他說出來的那個理由呢 就是說非常清楚 足球的世界就其實 不會有個空間去等十年 就是球迷不會有十年的耐性 就是你跟他說要等十年呢 那麼中間那八年如果都打得很差的話呢 其實一定是頂不住的 就是沒有一間球會 會放在那裡 完全沒有成績 而等球迷等十年 就是都不會走的呢 其實是不存在的 當然這個是表面的原因 其次的原因就是 但是我相信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十年後 還是不是在脈絡 或者剛剛講過那個問題 他的股權 其實他現在心裡面都不是說有定數 或者跟格拉莎的咬手瓜 就剛剛開始而已 那麼對於球場的重建呢 他就有一個很清晰的計劃 都說得都很清楚的 那麼他就說都知道球迷對奧脫福的情懷 就是都不想拆好脫福啦 甚至可能海外的球迷呢 就沒有來過朝聖的 那當然都是想拆回 就是當日自己看球的那個球場 就是如果你拆了的 那永遠都沒有機會來的 這個他明白的 但是他怎樣去化解這件事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有另一位的網友 Frankie 就是我們住晚市的網友都是這樣想的 他就覺得很巧妙的 就是因為他回答這個問題呢 他是用一個 即是怎樣說呢 是四兩撥千斤 人家問他怎樣考慮感情呢 他就用另一個感情來跟你玩抵消 或者叫做迴避問題也好 他就說 萬市是值得一座新的足球場 為什麼呢 因為要建造一間北部 英格蘭北部的足球旗艦球場 當然他不是說中文 但是我盡量譯中文給大家聽 就是 他是巧妙地利用一些 英格蘭人的矛盾 就是因為英格蘭呢 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就是英格蘭可能幾千萬人口 對不對 但是一向南北的矛盾呢 是嚴重的 就是譬如就是 萬市利物浦人 和倫敦的人呢 其實就不太合適的 就是因為一向英格蘭政府 政府或者英國的政府呢 都很專注於英格蘭南部的發展 不單止是足球啦 就是經濟的重心也是啦 就是搞什麼場館啊 演唱會啊 什麼都在倫敦裡搞 甚至足總盃的決賽 聯賽盃的決賽 全部都是Wembley搞的 是不是 從來都不會去北部搞任何事情 就是更加不要說蘇格蘭 或者威爾斯 是不是 北愛爾蘭其他的幾個 就是所謂的kingdoms 是不是 就是同一個國家 就是其他的countries 是不是 這個就有點不同 那麼他撩起這件事呢 就是和大家說 就是和萬市 因為萬市人呢 就是北部 是不是 就是他想撩起這一樣的矛盾呢 他就說 北方人 就是你們都有納稅的啊 那為什麼永遠都要去南部看決賽啊 是不是 就是因為 北部沒有一個和溫部內同規模的球場 是不是 所以我們是有需要 建一個球場出來的 是不是 就是就是為了 你們的幸福 你們的公平 是不是 南方人是不應該有特權的 是不是 那所以就要建這個球場 那就已經是另一回事了 是不是 就是萬聯的感情 和英格蘭北部南部人的感情呢 就拉在一起去說 是不是 那真的可能會說服到 一些當地的球迷啊 咦 是啊 這個是一個好機會 甚至 會說服到 當地的政府 是不是 就是萬市政府 或者北部的政府呢 其實都很想去 develop 他們的城市 作為自己的政績 是不是 就是可能萬市的市長呢 將來想選手上的 是不是 那麼他如果搞到這壇事出來 是不是 萬聯球場重建 加上一個很大的 Urban的 Development 是不是已經說了 就是現在有些計劃 說出來就是周圍 如何跟Media City那裡 整合啊 一個大的發展的基建計劃 是不是 這些的 你看到的公關 或者一些的交際的手段 或者是油和這些 是不是 懷油球迷的手段呢 你會見到 我看到Jimsir是真的幾有料的 就是他不是一個普通人 他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是不是 那跟政府打關係 當然是 可以了 或者首富說話 有壓力 是不是 跟球迷說話 他又懂得這樣去哄你們 是不是 就是不會說 我們一定要了 就是如果你想像一下 如果這件事是油王呢 他不需要和你諮詢 我說要起就起 我要起個黃金做的球場 是不是 那就完了 可能真的會有很多球迷反彈 但是 英國人就是英國人 是不是 他們自己懂得玩自己的手段 知道別人想聽些什麼 那勝負 也都是大力支持 所以就看到整個計劃 其實運動都很滑 大家看到一些東西彈出來很快 一早已經是 叫做 是 搞過關係 是不是 那對於 Dan 就是Asworth 這位足球總監 他也有直言 就是說 不可能賠二千萬的 就是他就透過這些的訪問 或者記者會 他就說 就是跟紐卡素隔空說 他說 我是不會給的 就是這筆錢是stupid的 他都說得都挺嚴重的 那麼 他甚至就拿了曼城出來說 他說 曼城很職業 很專業 很理性 是吧 應該是這樣做 那麼 紐卡素呢 你就不懂規矩了 就是英國的文化 在英國的法例 在英國的法律 在英國的法律 是不應該這樣刁難人的 他就說 當然我自己 我都是來到不久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這些東西在 但是他這樣說 他拋你 他覺得紐卡素是你不懂規矩 不是我們 可能他們的官場 商場是這樣的 就是挖角呢 就 就是給一下面子 我會給你一些錢 但是大家不要阻礙大家 是吧 就是或者是這樣都不奇怪 是我們理解不錯 就是理解錯 理解得不對 那 我不知道 但是首相角 不是首富說出來 特別有牙力的 就是他講 可能是吧 那 似乎他真的有些的把握呢 是他再用談判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用一定的價錢 又不用那麼貴 就是縮短這個gardening leaf 是吧 甚至可能跟紐卡素那些CEO說 那 第二天有些什麼 就是要幫回你的時候 我們就幫回你 是不是 就是留些人情 是吧 那 大家不需要弄得那麼僵 希望就是這樣 就是不用說真的賠錢 或者真的要坐足十八個月的波監 是吧 就是這個實在對一個 就是管理的人才來講 是很浪費的 希望最後可以圓滿地解決 還有一個焦點就是對於隔年活的 就是這樣就是球迷很擔心 也都很想知道的東西 那 其實最近見到有些球迷發起一些聯署 或者一些公開信 是要求就是不要趕走在隔年活的 那 參不參加的聯署 大家自己決定 我個人認為 就暫時我都未想清楚的 那 他對於隔年活 其實就等於我的想法就是 我都不知道收他回來 是對曼聯好還是壞 對於個人情感呢 我就當然想他回來 就是因為這個球員 如果只是計算他踢球呢 我就對他非常高期望 就是當年我說他的天賦 是有 就是如果發展得順利 是真的可以爭金球獎的 那當然現在就很不順利的 是吧 應該發生不應該發生的 什麼都發生了 但是真的你要去考慮這個問題 實在太多事情想 是不是會有什麼影響 對曼聯 如果真的走錯一步呢 可能對這個 Ineos的形象 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現在你來到 千辛萬苦 你才令到所有的球迷 是團結支持他的 但是如果在這件事上面 令到球迷分化呢 其實是很可惜的 是不是 如果你相對上曼聯的復興呢 這件事雖然很重要 但是其實是未不足道的 是不是 所以怎樣去處理呢 他都是官腔 就是他都不敢說得很實 就是都是說一大堆東西 就是考慮很多東西 就是總之說了等於沒有說 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你考慮完之後是怎樣 是不是 結論我們會知道 但是你考慮的過程 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是不是 但是他有兩個重要的字眼 他講出來 我自己就覺得都算交了功課了 就是不是真的行課 他就說 隔年活會不會是right type of footballer 是不是 就是是不是一個適合我們的足球員 他是不是一個good person 就是good person 我自己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就是right type of footballer 我相信就應該沒有什麼意外 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yes 因為我們沒有右翼 沒有什麼人懂得入球 現在就只有海龍懂得入球 第一條問題沒有意外 第二條問題 他問兩條問題而已 如果兩條都是yes 應該就是結論就是他可以回來 就是他給了這兩個的支票 那他是不是good person 其實是關很多事的 就是跟以往就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他現在是不是一個good person 是不是 他是不是一個職業的球員 他性格好不好 是不是 就是會不會再遲到早退搞事 是不是 串 是不是 得罪前輩 當然他自己那樣東西就是 他還會不會對他老婆子女 是不是 情感上面的東西 有沒有暴力 如果現在這些東西都是沒有呢 那就是他是一個good person 那為什麼我不讓他回來呢 是不是 這個問題我自己聽到之後 我個人是傾向樂觀的 就是Jim Sir沒有將到大門關死 是不是 只要格連活在這個 就是最後這三個月在基達菲打得好 是不是 入更加多的球 然後更好地去培養自己的 或者做回好自己的形象 是不是 應該做的做 跟他的partner去處理得好 他兒子女女 我不知道他兒子還是女 是吧 他形象越來越修補得好 那到時其實可能會有轉機 都不出奇 是不是 再加上 看看球迷的動向 就是 看看一些大的萬聯的組織 就是上次我講過MUST 那些 會不會發表一些公開的東西 去支持呢 是吧 Jim Sir跟他們有聯繫的 如果他們決定了要收回的格連活回來 他就會找這些大的萬聯組織 包括可能United Stand 這些 去支持他的決定 是吧 就是可能會邀請他們 去發表一些支持的言論 到時他就有個很大的stand 是可以跟大家說 有很多人支持 萬聯球迷傾向支持他回來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決定 是吧 所以暫時來說 我自己認為就不算是一定是死硬的 就是還有一些轉機 那接著就是去到一些的 就是他 Uweva那裡說明 就不讓兩間球會同一個老闆 是打勾戰的 是不是 那他有回應的 就是這樣 這件事情就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在發甲的NICE 是不是 其實就跟萬聯是有衝突的 理論上他們是同一個集團 不是人都知道INEOX 是不是 但是他就說他已經跟這個Uweva有溝通 那他也都說 其實這件事情的條例就是一直都在變 就是不是說這麼死的 就是連連他們都改 就是搬龍門 是吧 就是這樣就 也都很多的新球會或者有錢人 是在搞這件事情 是吧 就是如果你一禁止 那你全部人都要禁止 那你譬如你禁止了Jim Sir 他就真的用法律跟你玩到底 就是Uweva未必玩得贏一個有錢奴 就是有錢奴 就是有錢奴 是吧 他跟你搞 你都投行的 那所以你得罪一個有錢奴 可能就會搞到其他有錢奴 你都受罪的 是吧 就是他就會一次過告萬成 告RB來比錫 是吧 因為很多集團 AC米蘭 是吧 很多集團都有多過一張球會的了 那 他有信心的 就是說出來的感覺就是 有很多灰色地帶 是吧 應該做的事情我們會做 我們跟規矩去玩 是吧 就是譬如 那規矩裡面 不可以是同一班人 是吧 那你派不同的人坐規矩就可以了 是吧 就是人選上面 沒有衝突就可以了 那其實這件事就不難做的 就是用很多的影子 去控制就可以了 就是很多上市公司都是 那個董事長 那個主席 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誰 是吧 就是有錢奴 明明你知道老闆是那個有錢奴 但是那個主席 就不是他的名字 是吧 就是一向這個世界都存在很多 那這件事 我自己就不太擔心 那還有他請到歐馬 就是這個曼城的高層 曼城一向都玩開這套 就是他們都很多經驗 所以我相信就不需要說太過擔心 是吧 那麼他們最重要的一環 當然是戰術 是吧 就是戰術就是問 曼聯究竟在你的統治之下 會打什麼的戰術 或者是什麼的風格 是吧 那麼他講得很清楚就是 需要建立一套屬於曼聯的戰術 是吧 就是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曼聯現在沒有什麼方向 是吧 就是過去幾任教練呢 東歪西島什麼都有 是吧 就是一時打控球 一時打防反 一時又打迫搶是吧 沒有定過的 那麼他都知道的 就是他講得很清楚 用個例子就是 你證明了他是懂得足球的 是吧 就是他就說 不能夠再從摩連奴 和哥迪奧拿之間 兩者的足球去搖擺 是吧 就是這個東西很浪費時間 和金錢 因為那個投資呢 是會浪費的 是吧 就是因為互相抵觸 你喜歡用的球員 和下一任的教練用的球員呢 是完全相反的 那麼這一樣就是我們過去了十年八年的問題 是吧 就是這個 至少他知道不可以再挖來挖去的了 但是 跟著他講到的東西呢 我自己有少少擔心的 就是說 他說 是體育的總監 CEO 收購的主管等等 去決定球會的戰術體系 這個呢 是不同 就是我個人心目中的理念是不同的 因為他沒有講教練的 就是這樣東西是令人擔心的 應該呢 教練是他們其中一個來的 就是因為 他現在的感覺呢 就是教練呢 是在他們之下的 就是因為 理論上 他們應該是平等的 我沒見過一間球會的教練呢 是under體育總監 理論上他應該是平等去談 是吧 更加不應該是under收購主管 是吧 我不知道他講出來是表達錯了 還是他真的這樣想 如果他真的這樣想呢 我是擔心的 因為他講得都幾清楚 他說the coach we have to play that style of football 就是說他決定了的事情 他就會命令教練去執行 那麼他只不過是認為教練 是其中一個配件來 是要聽這一幫人自訂 是不是 那個球是高高在上的 是不是 體育總監是高高在上的 你說是不是 每間球會都是這樣呢 你聽起來好像沒什麼 或者有人控制教練很好 我自己覺得是天翻地覆的 因為 萬成都不是這樣 你想想 哥瑞是不是聽命於 他的貝吉利斯坦 是不是聽命於他的蘇利安奴 不是 一定不是 因為這兩位的足球總監和CEO 是一定很尊重哥瑞 甚至哥瑞是比他們重要 或者至少他們是一個平等 他跟CEO都不會是上下的關係 因為 哥瑞劈炮不做 那個CEO都很嚴重 是不是 因為成功的教練 不是那麼容易賺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萬成更加像是 他決定了請哥瑞 打哥瑞的戰術 而去鋪他的高層 是不是 調轉 不是說高層去想打什麼戰術 而去逼哥瑞去打 是不是 這個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你想想 如果萬成的高層和足球總監 開會說 嗯 我們決定萬成 都是踢防犯 好 叫哥瑞做 哥瑞 你不要再踢全空 那哥瑞便辭職 是不是 我不相信會有另一個結果 是吧 他們不敢這樣做 絕對不會 那麼 利物浦其實是同道理 你說利物浦 是不是足球總監決定了戰術 是的 因為他決定了請高普 是吧 他決定了一個戰術 跟著 因為高普這個戰術 所以他才會決定這個戰術 而他如果他找那個教練是哥瑞 那麼他便決定是踢全空 是吧 這個並不是因為他們選了全空 而去選擇哥瑞 是吧 就是因為他選擇 他是選擇那個教練 在踢著那個戰術 是吧 亞迪達也是 是吧 亞仙奴不是決定要踢全空 而去逼亞迪達去選擇 去踢是吧 就是因為亞迪達是踢這套 而所以他找亞迪達 是吧 那麼其實就 你說有沒有一間球會是這樣的呢 就是真的高高在上 那個教練就是比較低的呢 有的 白禮頓是吧 就是你看到白禮頓就真的踢全空 我自己覺得和破達就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他 他們開會 或者甚至就是破達被命令去踢這一套 那麼跟著就 迪沙比都是要踢這一套 如果你不踢這一套呢 你就不可以來 是吧 至始終迪沙比不是那個級數 他明碎 是吧 他沒有決定權的 你OK 就來吧 你不OK 我就不請你 是吧 那來比錫都是 換哪個教練 他都是踢壁搶的 可能有些教練本身不是踢壁搶 巴塞都是 是吧 任何教練去到 他都要接受巴塞那套 是吧 最不傳控的教練 去到巴塞 他都要變傳控一些 是吧 就是你看到 就是高文 在愛華頓都不是踢傳控什麼 但是去到巴塞 他都要跟 是吧 但是跟得來又不是很可以 是吧 那這三間球會真的這樣做 但是 他不是真的很成功呢 是吧 我又不覺得是 如果你真的 硬要踢一套的足球 你要成功 就是因為你 一定要找到那套足球的頂級的教練 就是好像萬成找到哥瑞一樣 但是你市場上面 是不是你現在說我們要踢傳控 是吧 那我就去找個教練回來踢傳控 是不是會先頂級 是吧 其實很難的 你更加去到現實的情況下 頂級的教練不多 是吧 你就是要在一個市場上面 有什麼教練 available 你就要跟他 是吧 就是他們都有自己的一套 否則的話 你便不要請 要是你請了一些二流的教練 要是呢 你就不請 是吧 就要用回現在的那班教練 也好 什麼都好 就要逼他做 是吧 成不成功 不知道 對不對他 他擅不擅長 都不知道 是吧 現在是什麼戰術 暫時都沒有頭緒 是吧 也都不知道阿廷克 能不能夠follow 甚至如果你逼他打 就是其他的戰術 他不喜歡的 他會不會走呢 可能連廷克都不能夠接受 都不出奇 這個 這個 就要再看多幾個月 是吧 就是他們暫時 連班底都沒有 所以他踢什麼 不知道 但是強烈的訊號 就是當然是 學曼城 或者你請到奧馬 那麼 跟曼城那一套的機會 都相當大 是吧 那麼 我相信他們背後是會 是吧 現在都 他都很謙虛說自己 不是一個足球專業的人士 所以他不便評論 是吧 這個就是OK的 就是不要影響對球太多 是吧 我自己個人認為 我不是太喜歡 剛剛他說的 就是他們選好的戰術 然後叫教練做 是吧 就是我認為 大方向定好就夠了 就是我們要打進攻的足球 我們要強調 戰術的觀賞性 是吧 我們要全空的 我們一定不可以大腳 一腳踢上去的 夠的了 其他的東西 你是應該交給教練去定的 是不是 要打幾快 要打幾慢呢 不應該是高層去決定的 就是 你這次只會是限死了 就是如果你限了 哥瑞要打極慢的全空 其實他現在都不是 否則他不會買夏蘭特 是吧 戰術是要變遷的 所以就我希望 這個東西可以在平衡上面 拿得好些 但是總括而言 其實之前報導的東西 很多都能夠在這一兩天 是證實到的 親口說出來的 是吧 的確很有心去搞 也都很有想法 所以未來幾年呢 是值得期待的 所以大家可以繼續去關注 每一個職位上面的改變 應該每兩三個星期 就會有一單的了 好了 那接下來就有些不開心的東西 就是講一下梭爾 就是梭爾 我是生氣的 就是他官方現在證實了 他要相出幾個月 我不知道 阿Phil是多少 就是無三不成幾 起碼都三個月 可能會影響到英格蘭的表現 因為歐國杯將會在六月舉行 他能不能夠趕一次呢 都不知道 但是更加令我憤怒的是 就是我上一條片才講完 要預備下半季是沒有梭爾用的 因為我看到他今年這樣的打法 他的傷病紀錄不斷復發 今年傷過兩次的了 你復出回來呢 你自己想回頭 就是大家都想一想 所以復出了之後 幾乎每一場都踢足的 是吧 這樣的情況下他再傷是很合理的 就是我不認為他可以突然這樣復出之後 就整個季都踢足不再傷了 這個是可以很簡單 你用普通討論就想到的 就是不可能是沒有事的 但是就是在我講完之後 馬上就在上一場 馬上再用正選 我怎樣說呢 我就是說 不要讓他那麼急 觀察久一點 用其他人頂 甚至用青年軍頂 如果你想用的 讓他後備試一下 我上一條片就是這樣說 結果你打他就打正選 半場不夠 就加重傷勢就掛了 是吧 你看不到有任何的instruction 去保護他 是吧 那現在又加重了傷勢 是吧 就是三個月四個月了 是吧 連續兩場中途換走他 跟著重傷 是吧 你怎樣說都好 是吧 軍衣一定是有責任 是吧 兩次中途換完你都不知道 是吧 第一次不知道 第二次你才奶奶 是吧 也都沒有任何 看得到 是就是提早知道了 去做一些的 就是叫做保護或者解救 是吧 就是要傷到最重 然後自己走出來 然後走進更衣室 是多麼失敗呢 是不是 就是多多封 email 都寫不 都搞不定 就是真的很多的問題 就是我自己覺得現在的醫學呢 就是這個東西不單止是足球 就是當然我不是一個專家 就是我都是一個很微小的醫護上面的一個人物 是不是 不算是一號人物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越來越偏頗了 就是其實醫學呢 本身是應該是對人 是不是 就是醫人 那你當然是問個人 是不是 就是感覺個人 你用人的角度去想 是不是 就是我剛剛就是用一個人的角度去想 但是現在醫學 就是因為科技進步 一直都是講巡政醫學 是不是一直都要講證據 但是 就是講證據 就是說不是對人的 是對那張相片 是不是對數據 那些東西 那些死物來的 理論上是沒錯的 這件事情 因為你是應該講證據才會進步 但是 你是忽略了人類科學的局限性 因為人不是神 就是有很多的東西 你檢查不到 不代表沒有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但是他剛剛三天前才說很痛 你三天後又要他出場 是不是 為什麼不可以保守少少少 讓他試一下休息一下 可能休息多幾天再檢查一次 就有問題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但是 在西方世界呢 你跟他說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就是 現代醫學全部都是走向這個方向 所以就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樣解決 那麼 再次證明就是 當日的 就是對我說 放走有列基羅案的不滿 再次證明是真的很愚蠢 或者是為什麼要放走他 就是很多網友就說 可能沒有錢 就是我們在付錢 搞到FFP可能會爆煲 可以理解的 就是這個舉動 但是其實不是沒得操作的 因為 FFP是一個三年的計算來的 你不會說今天沒有錢去 就是留下一個在踢的球員 是不是 如果你說沒有錢呢 其實只需要你留下列基朗 只是會令到你 下年的轉會費少了幾百萬 是不是 其實都沒有幾百萬 因為他人工不高 幾萬磅 是不是 踢多幾個月 百多萬 就是百多萬對萬聯來說 算得了些什麼 是不是 下年收購少百多萬 那條數就掩蓋了的了 其實就是他們不想留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不會傷 馬拉西亞會回來 是不是 但是結果就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是完全是一個錯判 說馬拉西亞 雲比沙加一起傷 是不是 慢慢有繼續傷 那些人是回不了 那些人是回不了的 那麼完全計錯了 是不是 就是現在怎樣搞呢 左閘是不能搞的 那麼唯一一個好的消息呢 就是馬天尼斯呢 又說可能會提早復出 就是我也不知道笑還是哭 因為馬天尼斯呢 他試過糟了 我希望他還是不要rush 就是他回來 如果又再傷 就像是夏年夏天又再養傷 是不是 那狀態又不夠 夏年回來又是再重複 這個是惡性循環 我真的希望他慢慢來 那麼 下場的對手富咸 我們簡單說 其實富咸今年呢 不是很好球 但是就中規中矩 看到他在中游12位 25場29分 就是互給有餘 但是爭上面 其實就有少少心有餘 而力不足 入34球 失41球 贏球 和球13場 輸球12場 其實有分和沒有分 都是一半一半 其實我覺得他們真的 挺平穩平實的 這一季他們沒有什麼說 很精彩的時候 接著有一個低谷是沒有的 幾乎每一場球 水平都差不多 虎咸果偶爾都會看看 始終就是樓上鄰居的球隊 多有趣地 或者多是一個英超的平均水準 差就不差 勁都不勁 但是 沒有了米道域 就真的讓他們跌了 跟上季是沒有得比的 這個是完全沒有辦法彌補的 買魯爾茲美尼斯 其實配合一點 但是都不夠好 那麼後備的文尼斯 就更加是右鑾 就是這位巴西的前鋒仔 暫時還不是很好的 所以就功力上面跌了很多 防守上面其實沒有大跌 那麼新買回來的幾位球員 艾和比有打正選的 基本上都是一個正選球員 巴西就是河甲的中堅 打正選都比較多 但是也不是說很高班 卡斯迪尼 就是前里城的右閘左閘 但是其實都是跟上下 就是中規中矩的表現 沒有說真的令對球有很大幅的提升 那麼戰術上面 我覺得他們都打得挺好看的 就是作為一隊中游球隊 就迫搶有的 組織都有的 不是經常縮在後面踢 所以其實都算是挺不錯的一隊球 但是就真的前線攻力太差 就是創造力又不高 把握力又不好 所以入球是少的 那麼防守不太差的 就是28場球失41球 26、27場球失41球 就算是這樣的了 就是跟曼聯都不是說差很遠 所以就其實就是真的功力的問題 那麼最近五聯英超都是穩定的 就是一勝二和二負 其實跟他們整體今季的表現呢 都是差不多的水平 就是輸給強的維拉 但是又贏了一隊比較 算是近泰幾好的班尼茅夫 和呢 又和了比較頑的班尼 和了愛華頓 輸了比較頑的車路士 就是幾輪之前車路士還很頑 但是他也都輸 所以看到就沒有說哪場是有把握 但是輸他又不是輸很遠 輸給維拉都是輸一球而已 其他比賽又是輸一球或者是和球 但是對我們的好消息來說就是 帕蓮娜 就是這位我認為富咸陣中最高卡士的球員 就是第十張王牌拿了的上場球 是會停賽兩輪的 所以呢 不會見到他的了 也都加上就有 魯爾茲美尼茲都傷了 那麼波查和迪迪就剛剛復出 未知行不行 但是應該會見到他們 因為富咸其實人就不是說很多 所以他們應該都會是最少一後備的了 那麼我自己認為就他們正選4231 這個就一定了 韋利安 那麼就波比列特 那麼兩翼應該正選是他們兩個 那麼中間的卡尼和安達斯彭尼納呢 都算是今年的穩膽正選之一 那麼跟著就前面不能選擇 就選擇文尼斯 如果波查復出到呢 都有機會是波查 那麼後備後防 最強的就是左閘的羅賓遜 就是這位左閘我自己挺喜歡的 就是我覺得強隊他都可以有些能力可以踢到 就是巴斯拉姆 然後右邊卡斯利利路門就是巴特利路 那麼但是後備他們都有一些的 就是變陣 有亞特馬查爾爾 還有哈里威爾森 還有就是波查這幾位 那麼正選我不知道他們中場會用艾和比 還是哈里遜列達 兩個都有可能 但是就沒有了帕蓮娜呢 其實是沒有了正防中 有級數的正防中 那麼所以其實這場我自己認為 對面的後防都會有比較大的空位 所以就不是說真的很難踢 防守弱點不是明顯 就是不要說一個球員很弱 但是整體上來說 不算說真的路不可破 中規中矩而已 只要小心他們的出路 小心韋利安呢 我相信其實就 這場的難度就不太大 那麼我們沒有了左閘 所以我覺得都是應該用連利諾夫頂的了 這個都不需要想太多 其他位置那十個呢 繼續都是那十個的了 不需要轉 我覺得保持到前兩場的水平呢 不要犯錯 這場應該都能夠小勝拿三分的 那麼希望真是順順利利 那麼我們直播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